HELLO 大家好,繼續回到究竟路寶石4的第三集 上集說到我們打贏了這個渡官的渡管 而且被我發現渡管不允許吃藥 帶藥進去都不行 都不錯,因為至少可以避免對方會吃藥 我真的很少會吃藥 除了真的非常難打,還有白金版的白面怪之外 其實我本身是很少吃藥 大家認同吧?應該認同吧 反對的舉手 贊同的舉手 相信各位都舉手了 這裡我們就用閃光 能學的 但是如果沒有改變,我直接走都不行,不需要閃光 因為這裡有改變,所以我們很快就找不到時間 至少你可以免除你閃光的技能 選擇一隻蟲 因為你知道突然選擇一隻蟲是非常困難的 之後再回到橙華屎拿學習裝置 好 好了,拿完學習裝置就可以直接打渡管 我想 而且我也想試一下是不是真的什麼藥都不能帶進去 今集我就想測試一下是不是真的什麼藥都不能帶 我買藥的頻率真的很少 多數買什麼呢? 在店裡多數都是買蚊怕水 除了蚊怕水之後我真的沒有東西買 大約都沒有買呢? 大約都很少買 真的很少買 盡量都想以基本的打贏他 但是有時候我也會吃藥 有時候 就是打完四天王會吃藥 打MMO有時候會吃藥 打MMO的四天王一定吃過幾次藥 太難打,因為打到蚊 打到生氣 上面是不是有奇怪的草 我不是 我以為上面好像這麼奇怪 原來是我看錯了 你還是找個棄樹 對了 我還沒有找東西學棄樹 不要緊,不拿那個 遲些有機會再拿 這裡故意做水 是為了防止人家跳得太快 離開這個森林 加快這個遊戲的進度 以免他的壽命很快結束 所以就加了一些障礙物給你不要那麼快玩完遊戲 剛才怎麼閃了一閃 OK 這一下應該就是測試你有沒有藥在身 我們的做法當然 我應該要買一瓶藥 神經病 現在我沒有藥在身上買不到 那邊橙華市 我們回橙華市再買藥 OK 首先這裏進去就說不行 輪到提示,然後我們把它放到無黑鷹 這裏都拿出來 輕鬆 OK OMG 又被我找到流動鳥 很棒 原來可以這樣拿這個藥 如果大家真的打不過的話就可以試一下 當然就是希望各位盡量不要使用這麼有趣的技能 剛才武黑鷹是否升了 836 我以為學習裝置是否全部都分配 試一下 厲害,突然間為什麼雙打 我打算打單打 刺膀攻擊打 魯卡尼奧 好 OK 打一個,單打一場 現在武黑鷹差763經驗 之後打完就知道他有沒有升 是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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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先打另一邊那個 好 好 這個也還有一個 喂 這隻的... 鐵亞 好 沙瓦籃 這隻叫什麼我都不太清楚 即是港譯的話 香港譯是譯什麼呢 我只知道一隻就是彼華拉 彼華拉阿波羅 阿波羅是不是呢 還是叫戰武龍 是台灣 台灣名 好,來啦 藤樹 戰武龍來了 我近拳擊 這麼囂張 走? 對呀 我忘記拿一支藥出來 不是拿了嗎 這支藥呢 沒有在身上 不過未必可以打贏 真心第一次 戰武龍 有機 哇 奧力 嚇我 我的東西呢 我多怕你拍走了我的藥水 真的 我多怕我的藥水從而消失了 你這個管主是賊仔 好 拿出來 接著他會不會不可以打 真的不可以打 各位 他真是 倒高一尺 摩高一丈 連這個按都不讓我用這個雙藥 高招高招 和這個絕對雲魂有得揮 這個 其實我是想測試一下他的什麼 他那個 他那個 系統 是不是真的這麼完善 催眠的 OK 出其一擊暗算 這裡 吸多一下 吸多兩下 嗯 正 吸多兩下 OK 嘩 變反 飛在這裡 嘩 吹飛 我真的很少會用吹飛 頂啊 我的仙製之爪被他打了 他剛剛是不是打走了我仙製之爪 我看不到 按得太快 醒了 冰凍拳 第一下馬上急凍了 是什麼回事 生長不要 鐵掌歷史 神經病 第一下馬上急凍了 第一下馬上急凍了 那是馬上急凍了 發勁不要死 這裡用馬上急凍了 全攻擊 耶 搞定了 OK 見了 果然是蠻黑的,10%急凍,即場急凍 即場變成冰凍的種子 冰冷的種子,我們先把箱子拿出來 否則到時候要裝道具 應該是盡早扔掉它 一會兒也用它 通常都麻麻少於秒殺 這隻救藝露寶石的難度是怎樣呢 難度是一開始非常簡單 大家覺得簡單還是難? 我自己覺得簡單也是一開始 之後就開始難 所以它跟絕對還能不同 絕對還能是一開始 絕對還能是一開始很難 但之後是不是一直難下去呢 習慣了就會大概會熟悉 絕對還能是一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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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不算太難 之後就開始慢慢增強 例如打天王 打連戰那些就難了 絕對還能是一開始已經黏了 一開始已經 不知道打幾下 你一開始只有十幾 然後你撞的怪 你撞一個份量是六十幾 六十幾 所以都 不同分別 兩者之間的難度是有分別的 不算立刻難 它是逐漸逐漸提高難度 OK 拿個小偷道具先 然後又要打雙打 應該是單打 又是這個鯊魚 咦 差美朋友 沒有 海套 到了BOSS 水艦隊的水不同 水不同 其實我 印象中 不是印象中 其實我覺得水不同這個名字挺好聽 水不同 大家覺得哪些訓練家的名字特別有趣 或者特別好聽 我覺得水不同這個名字挺好聽 赤艷蟲也可以 但我還是比較喜歡水不同 名字好像很有氣派 小甜卷BOSS 這裏打單打的常識 是我 我打單打的常識 如果是有得選擇的話 沒有得選擇的話 當然要被迫著打 好像打什麼 超能力那個 沒有單打的情況下就被迫著打 有得選擇的情況下一定選擇單打 因為雙打的節奏各方面都不同 有得選擇 單打可以換重屈死對方 但是雙打換重你要很謹慎 如果你一不謹慎 你就很容易會玩完 寫身狀 用吧 當然 有什麼可能不用寫身狀 這些這麼強勁的技能 沒有可能不用 這些神一般的技能 我立即飛到雷道館 順便打一擊 一滴射身狀 頭蓋龍 話說起來我真的沒有用過頭蓋龍 如果可以抓我也想抓頭蓋龍 河童仔 力重擊一滴坑下去 誒 死了 沒有問題 我有個飛人說 探補器 因為奇異總之死了,奇異草死了,所以我這裡不打 如果真的要打的話就... 鎮琴貓,為什麼會打 嘩,貓很危險 如果麻痺了動不了,我就真的輸了 剛才那裡真的任由魚肉 這個鎮的美術也做得不錯 紫色的,外面是不是有特別 旁邊有東西收拾 先拿單車 高速單車 高速單車 這是什麼人 神夜台可以看數值 三十一物工 這隻三十物工 三十物工 雙V 有料到 OK 多漂亮 多有... 等等,這是什麼地方 對了,這是賭場 弄得像道館一樣 這個位置 好,我們先打這個小光 可以快到了 吸收之吻 還是甜蜜之吻 麥丹 那個小光是你朋友? 但你擊敗他的時候沒有任何猶豫 你究竟... 以現在來說,還不能斷燃你的強 和救潔之中有關 又會有期 麥丹 這個 那個警察 阿羅拉的... 好 我丟了他就可以了 丟了他 汽水要不要丟 好 好 移動 移動 移動道具 存放 汽水應該也不行 據我所知 他也是當你惹 汽水可以嗎 汽水可以喝嗎 試試 一會兒給他打一下之後試試喝 哈哈 移動不到 汽水可以喝嗎 不可以 汽水 他卡住了 大家以為我按了 我按了 但他沒有反應 所以... 他的按藥系統做得不錯 進來對戰 但還是用不到汽水 厲害 花反霧 花反霧我個人就不喜歡用 小時候就喜歡用 例如哪些技能 龍...龍輪 就是龍激怒 小時候就非常喜歡用 因為... 打這個AI的... 打電腦的時候不用想 只要這樣按 基本上已經勝出 但現在就... 現在就... 很容易出事 即使他高攻 但缺點都很大 混亂這些真是好看彩數 其實我不相信自己的運氣 很難相信自己的運氣可以在混亂的情況下還可以用到技能 OK,我們直接來打這個鐵船 這隻是鋼,先出去 竟然是洛托姆,這裡應該不會用雷技摸吧 發動特性,鬼火,OK 復特提援,那就吃招吧 草成鐵,打我們奇異化 竟然是這樣,這裡是用鬼火 衝了,葉孕風暴 好在用仙制 這次死了 難打難打 這個有點難打 因為他那隻鋼系,我未必可以全身移退 不可以在滿血情況下打贏 唯有慢慢摸,升級可以嗎 他的電鬼很快手,速度很快 比我更快快 嗯,這裡升一升武黑鷹 因為武黑鷹也有用的 本身武黑鷹是厲害的 本身武黑鷹是厲害的 對呀,其實也不用特意換他 因為他有經驗值加成 全部都可以 不要緊,我是雷姨 原童有這麼難打的嗎 先轉重 高竹猩猩 月衣 我差點 我差點記得他是同步 幸好他不是同步 否則我又要睡覺 冰衣 撞吧 仙衣 先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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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都 還好暫時 韋斯通 殺人 小山豬用 煙飯 美虹 到這個 這個居然不是打的 這個好像是打我 打我了 這個呢 皮皮 吃完我的經驗值吧 你們吃完我的經驗值吧 差點輸 回血 再打那兩個傷打 再打右手河邊的訓練家 之後再測試多次打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就要再等下 再等下 升一下你先 這個也是打單打 不用問 保護 猛狀不要 OK 螺絲雷朵 好 到這裡了 小慈怪 竟然 好像四十多人有更新拳擊 沒有記錯的話 這些好像差不多 但是差一點點升 我們再打這邊 甜美 甜難美後 進了 沒有可應 這裡已經有更新拳擊了 那就麻煩了 我不要拍分身 有更新拳擊的話 其實那隻 草 草那隻好像不行 不要緊 試一下再 再打這兩個 全部清掉 沒有黑鷹 真是無敵 其實已經無敵了一半 更拳擊 更拳擊 輕鬆吧 現在打了 OK 輕鬆吧 這裡有沒有大腿鳥呢 我突然想玩大腿鳥的什麼 有些想玩 好 來吧 鋼系 用錯技 嘩 麻痺 這樣就糟糕了 這樣就死了 這麼快就死了 下馬威比加超 要 鬼火 撐住 喔 吸不吸得及 吸不及 好像是吸不及 先燒傷 燒完才吸 這裡 第一隻要用了奇異化 想想 應該先用近身拳擊 然後就用 電光石火 但是它 如果不麻痺我就好了 氣息腰帶 我頂了嗎 電磁波 那我這裡只要吃 解麻果 有四顆 既然這樣的話 我最好不馬上解掉 這裡會用雷 我會轉用 氣花 然後用 氣花刀 好 即是用四分熔 然後轉為無閻 啊 頂的伏特替會在這裡用 不要緊 這裡用 等一下 燒傷奇異化 這裡用猛槓也可以 應該 成人傷奇異化打不死 因為要同高 唉 嗯 有點難搞 這個 真的 有點麻煩 快 但是打不死 試多一局 試多最後一局 如果不行的話 就下集再打 升降降 再想辦法打 麻煩 在這裡磨 在這裡磨 正用錯技 快點 近身不激 哇 一滴血 幾年九能贏也不是吧 近身就下馬威 應該要下馬威 應該是下馬威 應該要下馬威 才可以走 不是 竟然錯了 不要緊,這些小問題沒問題 這樣就吃招了 這次不算,再來一次 剛才錯了 這隻祖式是用下馬威的 真的不知道 這隻祖式是用下馬威的 這個太陽死了 這裡未必可以 OK,輸了 有些難度,可能要升一升 升一升之後再多抓一隻重 或者是... 無刻應該要升高一點就應該贏到了 暫時這集的祖式是4日到這裡 我們下集繼續劇情 喜歡記得按LIKE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我們下次再見 訂閱我的頻道 按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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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